尽管冠冰疫情对组屋建筑工程带来影响 去年共有14500名屋主领取到了新组屋的钥匙 高于疫情前的水平比前年高出约50% 建务局表示会继续采取措施来减少工程延误 并满足国人住房需求 赖颐颖和丈夫去年7月搬入榜额一带的这个预购组屋单位 不过之前因组屋项目竣工延迟6个月 他们因此先向父母租房居住 建务局指出去年共有17个项目完工 平均等候时间为4.3年 延误最长时间为11个月 在2020年和2021年推出的预购组屋项目 等候时间的中位数分别是4.5年和3.8年 当局指出正协助承包商 确保他们有足够的人力和材料 以及允许业者在周末进行一些建筑工程 当局今年推出的组屋单位将同比增加35% 达到2万3千个单位 并继续推出不同的组屋选项 来满足新婚夫妇 多代家庭 单身人士等卖家的需求 并且继续推出的组屋项目